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纽森说洛杉矶线新冠病毒阳性率保持稳定的新闻 7月20日 洛杉矶居民在一个免下车的新冠病毒检测中心排起了长队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该州的新冠病毒阳性率保持稳定 稻齐体育场的检测设施是洛杉矶线最繁忙的检测设施之一 人们在车里等了好几个小时前来测试 纽森说 该州的检测诊断结果呈阳性的百分比 专家们称之为阳性率的社区传播的关键指标稳定在7.4% 纽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没有人会满足于超过7% 上周我们接近8% 所以这些数字可能会变化的非常非常快 这取决于我们的个人行为 他说 这个美国人口最多的州的病例数 住院人数和重症监护病房入院人数仍然在上升 但是远不及近几州的增幅和速度 纽森还宣布了新的指导方针 允许一些个人护理服务 比如美发和美容沙龙在户外经营 当被问及特朗普总统有关他将派遣执法人员 到更多美国城市的评论时 纽森说他没有被告知有任何的计划 他将拒绝这些计划 下面来关注一下加州的租房者害怕被驱逐 被迫在买食物和富房租之间做出选择的新闻 由于新冠病毒的爆发 加州成千上万的租户无法支付他们的租金 他们生活在恐惧中 担心在未来几个月会被驱逐 今年3月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大量失业 州长纽森发布了一项禁止驱逐的行政命令 自解除紧急状态以来 授权地方政府将受新冠病毒影响的租户的驱逐令 推迟到9月30日 但是努涅斯却说 他的房东仍然在试图强迫他离开 努涅斯是一名25岁的摄影师 他工作了两年多的营销代理公司 在今年3月倒闭 他因此失去了工作 努涅斯和两名室友 在洛杉矶市中心以东的博伊尔高地 合租了一间三间卧室的房子 他说经济困难 使他们无法支付每月3200美元的房租 努涅斯说 纽森的行政命令并没有阻止他们的房东 试图收取租金 房东说 我知道你们中有一个人还在工作 好像你们应该给我房租 经济纾困支票寄到的那个星期 他又给我们发邮件说 你们应该收到你们的经济纾困支票了 你应该付房租 努涅斯说 工会建议我们不要回应 就等到下个月 所以当5月1日到来的时候 他再次给我们发邮件 问我们什么时候付房租 如果我们不打算支付这笔费用 我们应该考虑搬到其他地方 从4月份停止支付房租以来 努涅斯和他的室友们一共欠了1.2万美元 但是他说食物是第一位的 努涅斯说 我没有选择 要么买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 要么付房租 我决定付钱买食物 保持身体健康 下面来关注一下 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医务人员 为切克拉山谷的医院提供救援的新闻 加州河滨县艾森豪威尔健康医院的 医务人员表示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将提供更多的资源 根据艾森豪威尔健康医院的首席医疗官 艾伦·威廉姆森博士说 现在有21名来自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 医务人员在值班 包括呼吸技术人员 医生 医师助理和护士 威廉姆森博士说 这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这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鼓舞 他们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工作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项对身体和情感都非常苛刻的工作 很高兴看到我们能够拿出一些外部资源 让他们喘口气 让他们认识到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 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一起战斗 河滨县的新冠病毒住院人数激增 17家医院中有10家达到了 加护病房的容量上限 威廉姆森博士呼吁公众继续采取安全措施 河滨县是加州第12个人口最多的城市 累积病例和死亡人数在加州排名第二 仅次于洛杉矶县 下面来关注一下疫情升高 阿市第二次开放检疫的新闻 在洛杉矶疫情不断升高之际 华人聚居的阿汉布拉市决定 第二次为该市居民提供新冠病毒检测 20日上午设在二阶的检测站 迎来了第一批有染疫症状的居民前来检测 阿市市长马赛说过去数周以来 洛杉矶县的疫情不断升高 此时能够向当地市民提供检测是十分重要的 他呼吁需要的民众立即上网注册 阿市检测站的特点是来检测的民众 既可以在现场获得免下车的服务 也可以步行到检测站进行测试 检测站营业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 检测站开放到8月11日 所有到检测站来检测的人员都需要佩戴口罩 现场医护人员检测病人仅需要5到10分钟 但现场民众排队的时间无法预测 阿市市府官员表示 上个月阿市为1599人提供了服务 仅有53人确诊 该市确诊病毒的人一样 每一份检测的成本为185元 下面来关注一下金价因为新冠病毒疫情恶化而上涨的新闻 随着新冠病毒公共卫生危机的恶化 纽约商品交易所Conmax分布的黄金期货周一上涨 8月交割的最活跃黄金合约上涨7.4美元 或者0.41% 收于每盎司1817.4美元 投资者转向黄金避险因为他们仍然担心新冠病毒危机恶化 可能会导致更多纾困措施引发通货膨胀 最近几天印度和美国的病例有所恶化 美国佛罗里达州成为新的疫情爆发中心 加里弗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病例也大幅度增加 美元指数周一小幅度下跌被黄金提供了额外支持 截至上周五金价已经连续6周上涨 9月交割的银价上涨42.8美分或者2.17% 收于每盎司20.192美元 10月份交割的搏金上涨8.3美元或者0.98% 收于每盎司857.9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洛杉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子萱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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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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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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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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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